他是这张西湖 在之前明明在狼队的时候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老王图 但你看明明起步测完之后想要去碰阿尼 但是拐得有点伤 起步是0.3 再卡一下 车能碰过来 追上来了但路线有点小歪 对前面阿尼反卡了一下 看一下后续调整过来之后 第一个ECU释放过来 目前距离不拉近 WCW点票 0.1 0.2了 但是这个距离在西湖后半段目标对抗 第二圈的头那儿 有机会上去碰一碰 可以 阿尼去甩尾过来 直接卡开 直接缓超阿尼 一波小问题啊 就被明明给抓住了 所以啊这张图是明明老王图啊 这种顶尖的选手卡位这里就是一击必中啊 对 而且就是一个细节的问题 还是0.3 只能后边点票的时候看看 能不能碰一下了碰不到啊 没机会呀 只要明明路线不歪 这一分明明又得拿下了 最后这里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碰一点的 来我们得恭喜明明 1分13秒09啊 真的就是看稳定性 看谁在跑途的过程当中能找到一点机会 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明明如果说她在起步这里拿到优势之后 她后面其实能够稳到底 但是看一下这里起步还是阿尼更快一些 0.2 2.2 1.3 1.3 1.3 这边团队过来 明明想要应急 内道挤过来 没有影响 把阿尼打歪了 路线歪了 方方来回对抗过来之后 阿尼上墙了呀 这边再甩 凶呀明明 明明 明调整过来了 虽然说几多不是特别快 但是还是抢在第一 再挤内线 还击内线 只能过来看一下前面的甩 哎呀 阿尼这边上墙 但卡了一下敏敏的位置 现在到了敏敏 敏敏路线不太好 但是这里再刻一下 哎 前面两个一起脱 0.3的时间差 进到第二圈 都有感受到对抗压力啊 我发现了 他们两个是只要一有弯道 就开始对抗 对 有机会就紧 对 这0.3 对路线的歪 上车调整一下 阿尼不给到机会 路线非常完美的 阿尼0.5的优势了 看下这边再甩尾过来 0.4的时间差 还是得看一下 那个 敏敏想要找路线 他现在必须得追了 对 再弹 0.3是有拉近的 再拉近一点 哎 哇 他顶到了阿尼的屁股 没有进去啊 他的车尾顶到了 敏敏的车头 那这样的话 悬念提前结束 是的 最后一个轻甩 我们得恭喜阿尼 搬回一分 三比 每周的对抗也很多呀 对的 而且每周最开始 那个国服记录 就是阿尼先打破了 看一下吧 曾经的国服 凑成过来之后 明明这边两个人 全都吊喷 一再上墙 出坦射了 嗯 前面阿尼也是平炮 0.5的时间差 有明明这个ECU 交的有点亏啊 先交ECU 但是还没能程中超越 那相当于是必须要把 阿尼再卡上墙一次 他才能够有机会 开下去 路线能跳跌回来 安尼顶先0.2的同时 有多一个ECU 这个距离对明明来说 这一局 必须要特别抗 必须得把安尼卡上墙 对 这里底线上墙了 那安尼走远了 但还没到最后一刻 还是那句话 后边明明撞得有点重啊 明明弹上没出 弹上没出甩墙上了吧 对 那没机会的呀 对 真没机会的 这真没了 这不能再有了 那下阿尼过来 RDG冰神的判断 三秒的优势 所有的暴力拿过来 我们得恭喜安尼 2比4 扛下了一局啊 被救命用的 对 看一下这一张唱唱 能不能把安尼的命给续上 来了 齐步安尼快很多 里面第二侧之后 还是有点小优势 两根起步的方式不太一样 对 交回过来竟然是明明更快些 当下落地再甩 双杀两根路线 没太大问题 哎 明明是 应该是丢喷了 对 他延续上的速度应该不对 但是0.3 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机会 尤其是在这张长城当中啊 还是有机会的 倒地拉过来 看稳定性 前期一样拉手速吗 明明只有一个stop单喷 落地 第一次又释放过来 两根都不给到失误啊 对的啊 现在的话时间差在0.4 车身在拉 对 0.3秒了 有一点点拉近 卡位的 也没有卡位的机会 而且现在中间还夹着一个风载 风载也被跑出来了 要看之后的飞越了吗 这边再甩过来 明明拉近了 之后死亡跳台飞越 前面阿尼先飞 过来快出路线 都没有问题 一定很仅限啊 最后落地 只有一个da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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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恭喜阿尼 还打破了长城的记录 1分05秒21 成功续命 然后战来了 而且是一直通过同车图 把自己的这口命给续作了